床头故事 带着羔羊的由来 很久很久以前 人为了耕种大地 管理各种生物 越来越忙 越来越忙 几乎要忘了创造他的天主 于是天主吩咐梅舍 对人民说 人啊 每年的七月初时 这一天 你应该准备两只公山羊 并且要给这两只羊抽签 一只给上主 一只给恶魔 献给上主的羊 是为作赎罪金 献上羊的血和生命 表达生命源自于上主 也将归于上主 另一只羊 作为赎罪礼 应该让羊活着 放入荒野 将你的双手 按在公山羊的头上 明认自己一年来的 种种过失与罪恶 将这一切的过犯和罪过 全都放在这只羊头上 然后让这只羊 背负着你种种的罪恶 回到邪恶原来聚集的荒野之地 借此宣告自己要离开恶行 不再与恶有关 此后人在上主面前 就成为捷径的了